大家好 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的这个题目是 2012年嘉义中学科学班的入学考试的题目 当年呢他是放在第12题 那一样呢 如果你想要自己先想过 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 先把这个影片暂停 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题目 你自己呢会怎么样来做 好题目是这样子的 原内接正N边形 A1 A2一直到AN 若对于某一正整数K 其中K小于N 使得A1 A2 AK AK加1 是面积为6的矩形 且正N边形 它的面积是57 求这个N是多少 好他给了你一些讯息 最后呢回头来问你 这个正N边形到底是正多少边形 这个题目的解题要决 第一个就是 原内接正N边形 其实就是这个原的N等分点 那既然它是圆的N等分点 我们在想题目的时候呢 可以想象一下 这里有一个圆 我把它画在直角坐标上 然后画好以后呢 它会有N等分点 好所以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 不管你怎么样的画 好比如说我从这里开始 这个叫A1 这个叫A2 好以此类推 一直画到AN为止 那第一个条件是 A1 A2 AK AK加1 它是面积为6的矩形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这个圆上的N等分点 当我继续再往下画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你在画的过程当中 这个点你抓了A1跟A2 然后你再抓另外两个 它如何会变成矩形 关键在于矩形这两个字 那为了四个点可以变成矩形 可以连成矩形 这个重要的关键就是 它的对角线必定是直径 如果它的对角线并不是直径 你会发现 它就连不成矩形 所以这个题目的解题关键就是 它的对角线必定是直径 这样子的话 待会这四个点 好 所连出来的这个才会是矩形 那这样听懂了吗 那现在呢 题目告诉你 它是面积为6 那相信呢 如果你的数学几何概念学得很好 你会知道 这四块的面积都一样大 所以每一块是多少 就是6除以4 所以每一块都是2分之3 那现在呢 现在题目告诉我们 它是 n边形 对不对 所以呢 表示什么 表示原本的地方 如果我每个点都把它真的连起来 如果你真的把它都连起来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每一块 它都是一个小的三角形 那请问你 这一个正n边形 它总共是几个这样小三角形 是不是n个 因此 这n个小的三角形 它每一个的面积 都是2分之3 那全部的面积题目告诉我是57 所以我们是不是快要解完了 好 所以三约掉 31的33927 所以答案n 等于2乘以19 38 答案就是38边形 你刚刚有做出来吗 一样呢 也欢迎大家看完这个题目呢 一起来加入讨论 那如果你觉得 嗯 这样子解法很棒 你也可以呢 帮我按个赞哦 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